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,这是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说的,人也是一样,世界上也不存在于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特征,或好或坏决定着面对生活中种种所适的态度,性格上的特征决定着人的下一步行动,自私的人会过多地考虑自己的利益,而无私的人则能照顾到别人的想法与利益。 社会中我们会更多地强调无私和喜欢无私的人,自私的人在有限的范围内可以接受,但极度自私的人往往不被我们所喜欢,因为他们很容易伤害到我们。 极度自私的人身上会有以下几个特征,这里是国学论坛,分享国学故事,欢迎订阅。 一,被害妄想症,缺乏同理性。 极度自私的这类人,在他们的世界里,只会考量自己的利益,经常为了自己的利益罔顾他人,但同时,他们又特别地缺乏信任感,安全感,因为他们谁也不爱,所以他们谁也不信,神经时刻处于紧绷状态。 宁愿我赴天下人,不愿天下人赴我的曹操,便是最好的例子。 众所周知,曹操睡觉的时候,不用枕头而是竹筒,为了是当有人靠近他的时候。 能够第一时间听到脚步,以免自己被害,曹操熟知如何损毁别人的利益成全自己。 所以他也担心,有人用同样的方法迫害自己,他一边害怕被人伤害,一边又肆无忌惮地伤害着别人。 二,建立妄议。 生活中有一种人,表面上看起来和你关系很好,你以为对方人品不错,于是你付出真心来对待。 但是,当牵扯到利益的事情时,他转脸就会不认人。 建立妄议的人,他们更在乎的是利益,是钱财,感情已经无关紧要。 电视剧《孟华录》中,赵帕尔曾经沦为贱金。 目前已经熟身为良民,他喜欢伤了一个读书人欧阳旭,甘愿为他习做饭。 欧阳旭曾经承诺,如果有朝一日自己考取了功名,一定会八台大轿,风风光光地迎娶他。 果然,欧阳旭考取了探花,但赵帕尔却没有等来欧阳旭的八台大轿,等来的是他的老奴的一阵奚落,并告诉他,欧阳旭已经和在朝为官的高大人之女订婚。 赵帕尔此刻才明白,原来当年信誓旦旦说要娶自己的欧阳旭早已经不再爱自己,他爱上的是对他前途有利的高架,建立妄议的人。 他们会为了自己,宁愿舍弃感情,哪怕自己心里的确还喜欢着对方,也会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受损,而狠心抛弃别人。 三,总是以自我为中心。 什么是以自我为中心,想必大家都应该很清楚,那就是凡是他都只考虑自己的感受,不会去顾及别人的看法。 他骨子里就是那种自私的思想。 简单来说,以自我为中心,他主张的是完全自由,随心所欲,没有伦理约束,一切决定根据我的意愿。 小张纪念二十岁,因为从小在一个殷实的家庭环境中长大。 父母每天宠爱过度,都已经上中学了,父母还是为着吃饭,睡觉起来,自己从来不去动手穿衣服,也是妈妈给他穿好。 典型的饭来张口,一来伸手,更别说在生活中的其他方面,每次他提出什么要求,父母都会全力满足,从来不说不自。 慢慢的,小张的性格越来越张狂,总觉得有人给他撑腰。 大学宿舍里,他住上铺,每次他上去的时候,都在上面摇摇晃晃,下铺的同学提醒过他几次,他完全不屑一顾。 后来他连鞋都不脱,上去之后就把脚搭了在床边。 下铺的同学正在吃饭,他也丝毫不熟练,最后气得那位同学搬走了。 这下他更张狂了,下铺没人了,他每天把脏的衣服袜子都堆在那里,其他同学对他说让他洗一洗,忽然影响宿舍整洁,没想到他却大骂那位同学。 一次又一次,小张的举动从来都是以自我为中心,从不考虑周边人的感受。 像这样极度自私自闭的人,如果你的身边有,一定要避开,不然他真的会给你的心理添堵。 四,说话刻薄。 自私的人不会顾及别人的感受,他们会认为这是一种直爽的表现。 但说话刻薄,很多时候都是性格中冷漠的部分多一些,无法有共情能力与别人相处,不会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。 他们往往会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,然后把话语不经审视地就说出来。 属于情商有点低,极度自私的人,往往语言攻击性都很强,不会考虑他人的感受。 生活中和这样的人相处,会很痛苦,因为你想不到他会在什么时候说出不合时宜的话来。 他们以自我为中心,很难去照顾别人的想法,会做出不尊重人的行为,和这样的人长久相处。 只能是为自己带来不快,毕竟谁也无法能够在别人不停地刻薄下,保持好自己的心态。 三国时期的曹丕,说话就十分地刻薄,曹操与袁绍关度之战时,双方都派出使者来招降当时的张秀。 张秀当时在两人的后方,攻击谁谁都会很难受,后面张秀投降的曹操,却又因为一些矛盾打了一仗。 在这之中,曹操的长子曹昂就再次死了,而曹操也差点死在这里,后来曹操又击败了张秀。 张秀因此再次投降,曹操却也没有因为自己的儿子死亡,就对张秀恶与相加。 反而是与张秀结成了亲家,并且宴请他,曹操的胸襟却没能为曹操所继承。 据魏略记载,曹操带曹操死亡后,就当着他的面说,你杀了我的长兄,怎么还有脸面出来见人呢? 出言攻击张秀,张秀心不安,最终选择自杀。 而张秀的儿子也在之后不久卷入了案件之中,被曹操诸杀。 曹操说话刻薄,并且也曾让自己的弟弟曹操欺不成尸,对于这样的帝王,相信很多人都很难钦佩。 五,总是与人争执,从来不会善罢甘休。 好好说话里写道,没有人喜欢让步。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要求能在谈判中获得最大程度的满足,但有趣的是,几乎没有人能单靠出价而谈成一笔交易,所有人都是靠着成功的让步策略来让对方点头的。 每个人都想多得力,但是聪明的人,懂得让力于人,自己让一让,对方的心情就舒畅了,两个人的合作才谈得成,才能够互惠互利。 如果你和人合作的时候,寸步不让,合作多半会闹翻。 可是,有的人,合作的时候表现非常热情,在分红的时候却非常势力,拼命和别人争夺利益。 还有的人,合作的时候不愿意出力,在分力的时候,却把自己说成劳苦功高的人。 如果你遇到寸步不让的人,你就不要和他合作共事了,你损失了一点点利益,也算了,不要计较了。 如果你也喜欢计较,那么对方就会纠缠不清,结局肯定不会双方满意。 趋利避害是本能,互惠互利是智慧,让力于人是善良,做人要厚道,有所为,有所不为,要在做好自己的基础上,再去观察别人,躲过别人的伤害。 做人要大度,但是要看对方是谁,不能对唯利是图的小人大度。 不能因为让力,导致自己满盘皆输,因此,在与人交往的时候,远离非常自私的人,才是上上策。 这里是国学论坛,分享国学故事,欢迎订阅。